哈嘍 大家好 我是洪月 那今天呢 我們來玩一張比較特別的地圖喔 那這張地圖呢 叫做科洛維亞 沒錯 我們稍微走出來一點喔 這是一個新的世界 有沒有 偶爾也會想要玩玩像這種別人製作的地圖啦 那這張地圖呢 它是偏生存相的地圖喔 雖然說是生存相 不過它還是有一些 特別的事情吧 所以說 我覺得看起來還蠻有趣的 所以說呢 就稍微來玩玩看好了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 打開我的背包 各位看我現在 一堆有的什麼盤挺褲子 有的沒的 嘿 那這裡的話有個指南針 火把 成就 還有蘋果安 帽子 喔 有帽子 先戴先戴 成就 呃 喔 這是什麼東西啊 那為什麼我一上岸就 就快要晚上啦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 這個 我有稍微看一下啊 這是一艘沉船對不對 所以說 我稍微打一下好了 打一下這些羊毛喔 羊毛的話可以拿來做床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就稍微收集一點這裡的物資 呃 收集一下原木 好可憐喔 我怎麼那麼克難啊 一開始就要收集這種 船上的物資 不對 船上根本就沒有物資 我是在拆船用啊 好的 那我們現在收集了兩個木頭 兩個木頭的話應該可以做床沒錯吧 這樣子 工作台 想不到我們這個生存第一個東西是做床啊 天啊 做床欸 莫名其妙 好的 那我們利用的床跳過晚上喔 現在的話 新的一天 外面有怪物在燃燒 好 沒關係 我們現在就是要探索這個世界喔 那這個世界的話 作者有給了一些成就欸 要不要完成這些東西啊 天啊 好 沒關係 這個感覺可以玩蠻久的欸 嗯 當作休閒的玩這樣子 欸 等一下我看到遠方有個建築物 這是一個 風車 我們稍微往這邊走看看好了 有點好奇這個建築物是什麼東西 看起來像一個 像一個城寨 一個村莊是不是 喔 有村民 我看到村民了 嗨村民兄 這是你們的城鎮是不是 你們的 怎麼會長到這裡 紫色村民 紫衣 這個就正常村民了 感覺沒什麼變化欸 就是一個 城鎮的感覺 喔這裡有西瓜 我喜歡吃西瓜 可是西瓜不太少了 喔 喔 村民你在幹嘛 等一下 他這個 他這個沒有水 他這個農田沒有水你 好 沒關係 反正他只要上面 對不起 我拿到你的種子了 反正他上面只要有作物這些耕地 就不會乾掉 那我們現在 我覺得我們現在食物很缺欸 我覺得玩minecraft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食物了 各位同意嗎 所以說我們現在呢就是 稍微打一下這些 這些作物喔 稍微拿來吃一下應該OK吧 我也不用拿多少啊 拿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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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唉唷 不這不行這不行 這要趕快中回去 這個乾掉的地方 我不中回去的話 對不起自己 我實在不想看這種東西乾掉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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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喔 一開始資源就這麼爽 我當初在玩那個 原版生存的時候 這個是 超課難的 生活在什麼雪地啊 喔 這個比較 比較舒適一點 偏休閒啊 休閒休閒不錯不錯 那我們也稍微打了一點食物喔 這樣應該夠啦 這樣子的話可以吃一陣子 這次我不知道村民會不會走來這邊 幫忙種回去就是 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你們什麼都沒看到 什麼都沒看到 我先走我先走 對不起對不起 呃種子丟給你們 好了 你們幫我啊 種回去 那我們現在有了食物之後呢 嗯 這是一個村莊欸 我在想 要不要乾脆把這裡當作我們家好了 這裡就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啊 對不對 喔 不過不知道這個地方會不會有那個欸 一些 寶箱什麼的 喔 這裡有個箱子 這裡有個箱子很棒的嗎 那個村民 給我拿一下沒關係吧 喔 經驗瓶 然後兩個唱片 我是勇者啊 這些東西 正常的就是要給我的獎勵嘛對不對 喔 我說錯話了是嗎 對不起對不起 我說錯話了 那我們有了經驗品就先 會 丟在地板上給我們自己吸 看來村民好像都是住在這個地方欸 我也跟他們一起住好了 這裡不知道有沒有床欸 喔這裡有書櫃 喔以後附魔不缺了 書櫃書櫃 這裡沒有床啊 給我住一下吧 你們這個 你們這個村民家怎麼一個床都沒有啊 真的完全沒有床 真的完全沒有床 喔 喔 喔 只要是雷雨欸 這是雷震雨這個會知道嗎 雷震雨的話是會 外面是會生怪的 呃 我沒有殭屍欸 你看馬上就生了 還有弓箭手 好的那我稍微在這邊吧 探索了一陣子喔 好像就沒什麼箱子欸 然後這些地方也不知道可不可以上去 我是沒有找到巷入口的地 喔 老兄老兄村民們 村民們你們的 你們的門沒有關啊 你們的門沒有關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裡這裡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村莊一定也不安全你知道嗎 超危險的 天啊 不行不行我覺得我要先將這個村莊周圍都檢查一遍喔 然後做一點防禦措施 而且各位看來像這個村莊裡面 完全都沒有火把啊 這沒有造明太危險了吧 現在應該差不多晚上了吧 喔 晚上晚上很棒很棒 那我們現在白天了 我們先收集一些 石頭什麼的好了 畢竟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嘛 就是一個帽子 然後一個 也不知道能幹嘛的穿什麼 稍微挖一下這邊的木頭 走開 這是我未來的家你在 啊 你在這裡幹什麼 莫名其妙 就是說這個地方真的好漂亮喔各位看 這個 好大根的樹喔 稍微挖一下這邊木頭喔 收集了一些木頭之後呢 我們就是 先做一點工具來用好了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挖掘石頭嘛對不對 這個 正常而已都要先做的事情 有了稿子之後啊挖石頭 先直接升級成石製工具喔 他這個地面上都長這個一顆一顆的石頭耶 這是方便挖掘對不對 這我做真的好心啊 這我做真的好心啊 做是放 刻意放這種石頭 然後讓我們來方便挖掘 很棒 來來來來 接著就是升級裝備 升級我們的劍啊 還有什麼 斧頭啦 什麼的 我們稍微巡視一下這個村莊好了 先將他的外牆部分給完成 怎麼說殭屍 我一直聽到殭屍的聲音 殭屍怎麼會在這裡面啊 殭屍在這裡面是怎麼一回事啊 是說難度的話 難度的是鎖定普通耶 他不給我挑成這樣子 這個地方是怎麼一回事啊 為什麼 為什麼殭屍會在這裡生成啊 這裡還有盔甲都 想不到村民為我準備了一套盔甲 來來來 穿一下 穿一下有沒有 全套盔甲了 真棒啊這個 看來這個地方還是有寶物的嘛 那我們現在就是 稍微準備一點東西 加強一下村莊的防禦喔 首先呢 我們會需要挖煤礦 這個地方不知道有沒有煤礦 這個黑黑的地方 我覺得很好奇是煤礦 不太可能是黑曜石吧 應該是那個煤炭磚才對 煤炭磚 等一下等一下 這真的是黑曜石喔 我有吃煤炭磚耶 等一下你這個地方看起來感覺就有點像 煤炭的啊 怎麼會是黑曜石 這裡真的沒有煤炭嗎 這個地方就是一片黑 黑黑黑烏烏黑壓壓壓的 結果沒有煤炭啊 可惜啊難過啊 先回去好了 那沒有煤炭的話 我們目前 照明的部分比較麻煩耶 因為怪物會直接從村莊裡面生成 看來還是要找個洞窟之類的走進去 不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還是先那個 收集一些木頭 然後加強村莊防禦就好 那遇到網上的話 就直接 睡覺跳過來上 怪物就不會在村莊裡生成了 好的 那我們稍微把這個木頭看完了 收集了一點木頭 這樣子的話應該可以拿來 做一些柵欄之類的 柵欄門什麼的 像這樣子吧 做一些柵欄出來 然後 我稍微看一下好了 這邊的話有柵欄OK 然後呢 我覺得這裡吧 這個地方 各位看一下 這個河的地方其實超危險的 這個河殭屍其實走的進來 不過我目前 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多的 欸等一下 不過目前比較麻煩就是我沒有那麼多的木頭啊 先 先稍微 補那種 看得到好了 就一些比較 閘門的地方啊 好 那我們稍微環顧一下 好像就是這裡吧 這裡超級危險啊 這裡這裡 你這裡沒有那個啊 柵欄啊 來啦 我幫你那個 補一下好不好 這才是勇者的工作啊 勇者就是要 保家為國 這樣子有沒有 哇 太棒了 其實我很好奇這上面會不會有東西耶 就是 這裡有一個橋 然後 稍微看一下好了好不好 我很好奇這上面會不會有藏什麼東西 然後這裡有柵欄耶 其實我可以把這些柵欄全部拆掉對不對 全部都拆掉然後拿去 圍那一個 麻煩地方 我們稍微做一下好了 把這些柵欄給拆掉 這橋上不需要柵欄啊 這上面不重要啊 我倒是很好奇這邊到底怎麼圍你知道嗎 我看一下喔 這樣子好了 它這裡其實有石頭 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們就是可能 痾 這樣子 補進來這樣子 給它繞一圈 這樣子殭屍應該就比較不容易走進來了 這個是 為了你們村民好啊 幫你們蓋一下有沒有 我果然沒那麼好圍啊 目前只圍到這樣子 還有一段路途喔 再去蒐集多點的木頭好了 而且重點是它這個木頭超級難砍的你知道嗎 它這木頭長歪的 為什麼要長歪的 很致詞喔 莫名其妙耶 還好就是它那個樹葉沒有伸到那個裡面了 它就是長的歪歪的而已 就是像這種地方啊 這種地方很難砍 不必要不必要 晚上晚上了 等一下快快快快 快快要生了 我們先把這些木頭全部歪一彎 然後就趕快搬進去吧 這裡面超級危險的 你看這邊全部都暗的耶 好好好我稍微準備了一點喔 這樣個的話應該夠了 準備了一組又五個 稍微把這邊圍起來 裡面應該不會那麼快出櫃吧 不會吧 你看這裡 超危險 有苦力怕了 天啊 來來來來來 把這邊喔 這邊 掉去了 把這邊喔 補起來有沒有 這樣子 噢噢噢 噢噢噢殭屍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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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邊怎麼 怎麼長這樣子啊 你這個 噢 解起來解起來喔 可以可以可以 哼 解起來 接起來 好 現在應該挺安全喔 等等我們就在睡個覺 刷新這些怪物的生成喔 著oth 噢 藍 好的 我們村莊防衛計畫應該 完成 完成了吧 目前感覺 還是沒有什麼大礙 你知道嗎 喔唷唷 等一下 這裡有骷弓 這裡有骷弓和蜘蛛 喔喔 他們互射 互射 Nice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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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怕是這裡 你知道嗎 它這個牆壁有補跟沒補一樣啊 它這裡會走進來啊 你這是牆壁設計不良 你知道嗎 幫你補一下有沒有 這樣應該可以 這樣應該走不進來了 好 那從今天開始 這裡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啦 太棒了 這美麗的寸床 好的 那我們這集就差不多先到這了 那如果您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點個喜歡 別忘了還有訂閱 也別忘了那個小鈴鐺 那有什麼建議的話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讓我知道 或者是到粉絲網視訊網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第1個未來的影片 1 replenish 2 3 2